你 那你 不会咽上来的话 我们在这边挣这点钱挣来干嘛 我怎么知道 谁叫你出门不把车放好 你干嘛放在那里呢 你讲这话是不是 我还能等着老天爹 我还给他打个电话 你至少你要停在那个榕树底下 榕树底下 他一块放在上面 那些干树枝掉下来 我一听到车都别了 我就等了 咱俩要不回去啊 不回找人把东西移了就行了 出来都出来了 回也要过两天再回了 你先联系他们 帮帮东西吧 听到吗 你拍一下他 你拍一下他 挂挡了没有 换奶奶没有 可以了 启动了 哦 现在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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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了 炸得出来吗 你开在哪里啊 你不能放在外面 想不懂了 你是不是挂挂挡了 挂挡了 终于放心了 大哥不在家了 大哥现在还在镇上面 另外一个镇 然后呢叫了一个隔壁家的 帮去挪车 现在终于放心了 要不然真的在这边 挂那么山瓜粮早了 我告诉你 那个车被淹了 这个白干多少年 这个是我们自己留下来自己吃的这个把香果放到这里的 那有点脏哦 我们是不洗果 朋友们觉得脏的话 你们拿我去自己洗 如果要洗果的话 他这个必须要 要喷那个 杀菌剂 他才能保存得了 我们收果回来我们都不会泡水的 都不会去清洗的 咱们觉得这样的就自己清洗嘛 这个是青米酒 青米9号 这个是京都3号 两个颜色不一样的 这个比较甜 汁水多 刚刚下锅 准备早捡回去啊 明天我们要去摘果子 咱们火龙果 朋友们喜欢吃的 觉得上次买 觉得好吃的 朋友们真的完全给你去放心了 去下单了 因为上次你反而买的是那个宝宝果 你觉得如果觉得宝宝果都很好吃的话 你就放心的去拍咱们这个中果拍大果 咱们今天是拍中了发大了 拍大了发果王 就是这样子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果呢 你们在外面买的果子是不是火龙果都是这样子的 很看起来很饱满很圆润的是不是 其实这个果呢 是我们第一天开始卖火龙果的时候 做直播用的 就这个样子了 应该也有10天了吧 10天的果子是这样子 其实这个不是叫饱满的 我们给你们发的果 发的果都是这样子的 真正的火龙果新鲜 它是长这个样子的 不是这一种啊 咱们外面买的果子 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 八九块钱一斤的 一直以为是它 这个果子长得老了 叶子粘了 其实不是的 它是放久了 放久了 它就长这个样子的 我们发的给大家是这一种 这个叶子 它是掰起来 它是有脆脆的这种神经的 是可以掰得动的 是不是 像这一种呢 掰不动的 掰都掰不动的 这一种 是不是 咱们明天啊 就要摘 火龙果了 我们的木瓜 已经是清仓了 没有了 明天打包完 咱们就没有了 然后呢 今天我看到有些贫困嘛 说我 啊 为什么抓住房子 没有给小九的钱呢 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我们是做线上的 我们线上的尾款是很慢很慢的 所以真的 慢到你真的 真的想象不到那种 有的东西呢 有的平台呢 两个月到三个月才会尾款 我们所以呢 我们一直属于支出支出的状态 所以你有的朋友们说 为什么卖那么多东西没有钱呢 我们一直要进货 进货我们卖出去 一旦卖出去了 进了货回来 卖出去了 两到三个月 才会尾款 就是才会慢慢慢慢的尾款 他不是一下子尾款的 慢慢慢慢的尾款 所以我们现在 我跟小九呢 两个人说真的 口袋里面也都没有什么钱了 我们也 大家也看到我们这段时间 一直属于带货期间嘛 带货期间呢 这个货呢 货款呢 我们是收货嘛 肯定是要现结的 是不是 我们但是我们派出去的钱呢 钱是压在平台那里 他要两三个月才给我们 我们就一直一直这样子 坚持下来的 所以说呢 有的人说 我们为什么不给钱呢 钱呢 都在平台那边了 等到那边到账了 然后呢 我就给阿姨他们了 是不是 今天问小九呢 他说 阿姨好像是 他说五六万了 他就这样给我说嘛 好像是付了五六万了 具体多少呢 我也不清楚 但是这个到时候 平台打款了 我们 然后呢 我就第一时间就先 把那钱给回阿姨他 是不是 好 好了 先不跟大家说了 我们 早点收工 早点休息 明天还要开工呢 好 好